- 英國男演員湯姆·霍蘭德出演《蜘蛛人》系列電影《厚爆紅》 在全球各地收穫大批粉絲的喜愛 早前他突然宣布自己會暫時離開演藝圈 讓眾人感到十分震驚 也讓粉絲們非常擔心 過去湯姆·霍蘭德在拍攝新作品擁擠的房間時 因飾演人格分裂者導致他的身心狀況大受影響 事實上早在那之前他就已經對酒精成癮 因為只有酒精能讓他舒緩壓力 好好享受生活 但是同時酒精帶來的負面影響似乎也越來越多 他每天睡醒後都會頭痛欲裂 也陷入了自我懷疑力 覺得自己是酒精的奴隸 索性湯姆及時發現問題 並尋求專業幫助 制定了戒酒計劃 而該計劃實施了半年後 他終於成功戒掉酒精 現在不僅能睡上好覺 整個人好像也變健康了 連思考都比較清晰了 真的很慶幸呢 再給我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